这绝对是史上战斗力最强的孟婆 众人皆知 人死后就会进入黄泉路 喝孟婆汤 忘记过去 过奈河桥 转世轮回 这天 书生清衡 自一夜孤舟中醒来 唯有一百度老者 四周竟是茫茫望穿 这里 就是奈河桥下 奈河桥上 一个汉子因不愿意喝孟婆汤 被阴兵拦下 一招黑虎掏心 魂飞魄散 轮到书生清衡时 他却向孟婆打听起了自己的妻子 他眼角有一颗泪汁 唯曼下的孟婆 见他不愿意喝孟婆汤 飞升而出 不耐烦地拿起汤碗 逼他喝下 这一刻 清衡看到了孟婆眼角的泪汁 当场失了神 不喝 你可就要跌落望穿河 喝 喝 过于无奈 清衡只得将孟婆汤一饮而尽 前尘往事化作一股白烟 滋养着一旁的彼岸花 跟着地狱跌走 回头 就在这时 判官来到 提醒孟婆去望城 食堂度魂 原来 这望穿河下有一座望城 关押的都是不愿意忘记过去轮回的冤魂 每隔千年 明王就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让孟婆去度化他们 清衡得知此消息 竟然放弃轮回 挑入望穿河 难不成 他喝的孟婆汤 是假冒伪劣产品 很快 清衡就跌入望穿河底 进入望城 正巧撞见孟婆 食堂度魂 望城的孤魂们 今日 千年之尾 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彼岸花吐出长长的花蕊 将孟婆汤分发了出去 可还有不愿喝汤者 冤魂们 已经被关押在望城一千年了 若是今天不喝孟婆汤 只怕会魂飞魄散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白无常 原来 清衡便是追击的对象 这边 喝汤仪式还在继续 今日不喝汤 就再不可入人间道 话虽如此 可仍有执着之人 见他们冥顽不灵 冤魂们被打得节节败退 就在这时 数百厉鬼兵突然杀来 他们手持兵器 直接与阴兵硬钢了起来 有了厉鬼兵的加入 冤魂们不再胆怯 拼命反抗 领头的 正是厉鬼之王 修罗 他率领厉鬼兵来造反 气势浩大 此举绸谋已久 只等孟婆来试汤 夺取其手中的灵石 逃出望城 修罗也不客气 直接朝孟婆 扔出世神长矛 孟婆虽中招 好在并无性命之忧 就在这时 清衡突然赶来 替孟婆化解了危机 在阴兵的掩护下 清衡带着孟婆撤离 在逃亡的路上 两人互相扶持 然而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两人刚逃到一处破庙 孟婆气急败坏 八刀相对 我明明上了奈何桥 为何还在这里 我在找一个女人 她眼角有一颗泪质 笑起来很甜 孟婆虽对清衡的 深情很感动 但她更感兴趣的是 清衡为什么会来望城 现在你相信不相信 这世上 有喝了孟婆汤也忘不掉的感情 孟婆大吃一惊 就在这时 一群冤魂追来 逼迫孟婆交出灵石 打算逃离此处 然而 孟婆丝毫不认怂 抽出长剑 挽起长发 直接开启厮杀模式 孟婆手起刀落 丝毫不留情 就当二人争论不休之时 以致弑神剑来袭 好在孟婆身伐交剑 及时避开 谁知 老者连续三次放冷剑 孟婆飞身将对方擒住 你为什么有弑神的武器 说 这都是鬼王修罗给我们的 他能带领我们闯出妄城 孟婆就要杀了老者 清衡急忙将他拦下 一命抵一命 他着实不愿意自己的心上人 变成杀人机器 眼看鬼王修罗 占领了整个妄城 老者为了感谢孟婆的不杀之恩 掩护两人出城 等你好久了孟婆 快走 没想到修罗早就派追兵 再次守株待兔 尽管孟婆战斗力爆表 可寡不敌众 他只能将灵石交给清衡 由自己掩护他逃走 谁知清衡还是被抓 要受灵石 情急之下 清衡将灵石吞下 厉鬼兵只得将他打晕 扛回去复命 为了取出灵石 鬼王修罗打算用夜火炼化清衡 就在这时孟婆赶来救人 诸不知修罗早就料到他会来 今日他务必要杀了孟婆 让世间再无孟婆汤 面对无数弑神长矛 就当他要救下清衡时 却还是因躲闪不及 被长矛重伤 鬼王修罗朝孟婆不断扔出长矛 赢得众冤魂拍手称快 然而 祭台上的清衡 因担心孟婆早已兴乱如麻 修罗 我教住灵石 别杀开孟卿 真是有点意思 修罗看出孟婆与清衡的关系 非同寻常 却忽然生出一丝玩味 因为天神严禁难欢女爱 别伤害她 我让你送 你把她放 我教灵石取出来给你 双方达成协议后 随着二人的深情一吻 孟婆将灵石吸出 鬼王修罗终于如愿以偿得到灵石 如此一来 众冤魂将会重获自由 而冥界的秩序 将会被打乱 修罗猜出 冥王不会放过孟婆 劝她归顺自己 可孟婆拉着清衡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冥王得知此事后 怒火中烧 让黑白无常 抓孟婆回来受审 此时 孟婆早已知 丢失灵石犯下天条 打算先送清衡 去转世轮回 再去冥王处赴金秦罪 谁知 黑白无常突然杀赖 小心 黑白无常直言 他哥俩受冥王之命 来打死清衡 带他回去受审 说吧 扔出兵器 却被孟婆一把接住 他质问两人 为何叫自己孟清 这世上 难道有孟婆汤 都忘不掉的申请 谁知 白无常拿出一只狐狸 原来清衡这小子 根本就没喝过孟婆汤 都是这只狐狸替他喝的 这个世上 根本总有 我的孟婆汤 都忘不掉的感情 你就是个屁 孟婆虽失望 但还是求黑白无常 放过清衡 自己心甘情愿 回去受审 此刻另一边 鬼王修罗 一用灵石打开望城 无数冤魂爬了上来 他们上了奈河桥 眼看就要杀入冥界 一千年了 我终于回来了 明王派出判官迎敌 双方在奈河桥上 殊死一战 结果两败俱伤 等到清衡赶到时 桥上已是白骨累累 就连之前救他的老者 也没能幸免 清衡捡起他身边的 士神兵器 指天发誓 一定要救孟婆 而另一边 明王正在怒诉孟婆 因失职 丢失灵石 随后拿出彼岸花 打算吸走他的记忆 能让我看一眼吗 还不知悔改 求您了 就让我看一眼吧 尽管孟婆苦苦哀求 可明王还是没让他如愿 此刻 清衡正在攀爬鸣界山 突然脚下一滑 让他意外的是 鬼王修罗将他救起 然而到了山顶 修罗因之前的决战 已是奄奄一息 临死前 修罗将自己的力量 送给清衡 你为什么要帮我 清衡 看来 鬼王修罗的执念 也很深 拥有鬼王的力量后 清衡手持 是神刀 一刀披向高座上的冥王 就连冥王怀中的比岸花 也被顺走 神座上 脱遍是神 所谓是 斩的这龙蝇 冥王一声令下 黑白无常立马行动了起来 清衡 虽拥有鬼王修罗的力量 然而 不过是残缺的几层 面对黑白无常的猛攻 还是不敌 就连比岸花 也不甚被摔碎 谁料 铁歪打正着 帮孟婆找出禁锢在彼岸花中的记忆 原来 就在一千年前 清衡和孟卿 本是一对恩爱夫妻 然而 好景不长 清衡充军援征 被迫与妻子孟卿分离 谁知这一别 经是千年之久 后来 行军路过家乡 终于有机会回家 去见妻子孟卿 谁知 兵荒马乱 村庄被山贼洗劫一空 只见满地白骨 痛失至爱 清衡伤心欲绝 从此再度投身于乱军之中 每日靠杀戮 麻痹自己 殊不知 孟卿并未死去 还苦苦寻了他一生 后来 孟卿从判官处 得知清衡因杀戮过重 无法轮回 于是 甘愿喝下孟婆汤 为其减轻罪孽 从此世上 再无孟卿 只有奈何桥上 熬汤的孟婆 后来 死去的清衡来到奈何桥时 听到了妻子的声音 一心报恩的狐狸 替他挡下孟婆汤 如此一来 清衡就保留了记忆 直到第十世 清衡发现 孟婆就是自己的妻子 如今 孟婆的记忆被找回 一对苦命鸳鸯 终于团聚 然而 冥王却不愿意成全 罪不可恕 斩魂之心 双方一言不合 较量了起来 孟婆修行已有千年之久 几个来回 就将曾经的两个同事击败 不要浪费你千年修行 我竟敢是你 冥王大怒 欢化成一尊数百米高的雕像 脚手一弹 就将孟婆重伤 轻横健壮 手持视神长矛 跃上雕像 如此一来 数百米的雕像轰然倒塌 清衡和孟卿 劫后余生 喜机而起 怎料 冥王雕像虽灭 可本体无碍 怒火中烧的冥王 要将两人置于死地 谁知 却被一股力量拦下 都一千年了 难道你无一丝不甘 冥王定睛一看 竟是本该死去的鬼王修罗 原来 一千年前 修罗与冥王 本是一对情侣 却因为天神严禁相爱 被迫分开 后来 冥王心生退役 而修罗却不愿意放手 战败后 被打入妄城 整整一万年 后来 修罗筹划这一切 并非为报仇 只为再见冥王一面 看着昔日的爱吕 消失在眼前 冥王终于感知 是内心的感情 或许有着共同的经历 冥王放过了清衡和孟青 本以为两人会长相厮守 可清衡却留了下来 他要代替孟青 接受惩罚 接任月老一职 人间寂寥的林间小道上 两个小混混 像恶狼一样 扑向一名白衣女子 路过的三个书生健庄 赶来英雄救美 就在这时 书生闻到了一股销魂的花香 瞬间口干舌燥 将女子扑倒 另外两名书生也啃了上来 看到这里 波德不说 古代人都这么开放吗 就当三个书生直奔住 提示 殊不知 背后出现一些黑色藤蔓 将书生的脖子缠住 并接着张开黑色疗养 其他二人这才明白 遇到了妖怪 把腿就跑 躺在地上的女人 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起身 却没有追击 可两人还是没能逃脱 因为之前 被他们打跑的小混混 也是妖怪的同伙 一个被活活啃死 另外一个跑上了山 就见女人升到空中 化作一缕红色花瓣 追向书生 危机时刻 一位路过的道长 出手相助 乖乖兽 原以为道长很流差 没想打不过两个来回 就被唐蔓缠住 烧成花肥 这便是曹州牡丹花腰 葛金 眉艳无比 凶狠狡诈 浑身散发诱人的香味 时常让手下假扮恶人 在一眉侧吸引书上 最后 吸食书上的精气 增加自己的功力 镜头一转 一身红衣的花腰葛金 躺在花树下 双生妹妹玉板 在一旁嬉戏玩耍 姐妹二人无忧无虑 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期间 葛金突然心头一惊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此刻 当朝丞相的成龙快婿 常在田 和随从 一起来到附近 自高重启 整整七年没有回来过 突然 一个道长拦住去路 常在田只当道长 是江湖骗子 扬长而去 随从买了一张 最便宜的符罩 常在田衣锦还乡 村民们热情地接待了她 怎么不见曹家的人 话说这曹家 曾经是村子里 最富有的人家 当年常在田 还是穷书生时 曹家曾救济过她 曹小姐更是 与她有过婚约 村长告诉常在田 六年前 村子里来了一群劫匪 将曹家洗劫一空 曹家上下 无一幸免 还要抢曹小姐 去当压寨夫人 曹小姐誓死不从 在后山自尽而往 听此噩耗 常在田悲痛欲绝 而身旁的随从 却露出满意的笑容 入夜后 常在田连夜 画出了曹小姐的画像 突然 一把飞刀来袭 幸好常在田 低头吹没 才躲过一劫 就见一个白衣女人出现 挥手 就把短刀收回 让常在田意外的是 眼前的白衣女人 居然和曹小姐 长得一模一样 阿玉 你不记得我了吗 常在田为了唤醒她 去拿当年两人的定情信物 常在田一回头 却不慎亲在了一击 就在这时 随从听到动静 赶来敲门 你没事吧 不会啊 我刚刚看见你把刀 从这屋里飞转了 你是不是酒喝多了 等到常在田转身时 女人已消失不见 此女正是花妖的妹妹 玉板 平日里 玉板负责吸引目标 姐姐葛金 负责杀人 原来这葛金正是当年的曹小姐 当年她意外结识落魄书生 常在田 两人情投意合 在牡丹树下 私定终生 后来 常在田进京赶考 曹小姐将母亲的遗物金钗 送给她做盘缠 当年常在田承诺 金榜提名后 就回来迎娶曹小姐 谁知 常在田走后不久 曹小姐就发现 怀有身孕 曹老爷大怒 一气之下将曹小姐狠狠打了一顿 导致胎儿小产 曹老爷气急功心 一病不起 后来曹家被土匪洗劫一空 奇怪的是 村子里其他人都没有受影响 万念俱灰之下 曹小姐托人给常在田送信 然而却是收到一封修书 原来 常在田自高中后 就被相府招为女婿 自此青云直上 麻雀变凤凰 曹小姐心如死灰 一头撞死在牡丹树下 谁知 牡丹树吸收了曹小姐心中的怨念 滋生出一体双生的两个花腰 合金继承的是曹小姐的怨念和愤怒 而玉板则是美好和纯真 隔天 常在田向村民们 打听当年曹家灭门的细节 然而 村民们却吞吞吐吐 似乎有什么秘密 瞒着他 夜里 常在田回到住处 玉板再次出现 还跳了一段舞 引诱他 玉板虽然不记得常在田 却对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两人干柴烈火 郑宇深入交流之时 道长喝完酒路过 察觉屋里有妖气 于是冲了进他 隋从虽然没有看到玉板 却捡到了他的衣物 顾爷 你可不要被女妖蒙蔽了双眼啊 我回去还有如实跟小姐禀报的 很明显 隋从是相府派来监视他的 此刻 玉板回去向姐姐隔金复命 因为于心不忍不仅没有杀肠在田 还替他求情 结果遭到姐姐隔金的无情毒挡 事后 隔金拂摸着伤口 向妹妹玉板道歉 原来姐妹二人 痛感相怜 抽在玉板身上的每一边 都痛在隔金身上 隔天 隔金带着手下亲自出马 没想 随从请来一位道长 双方一言不合 较量了起来 这位道长倒也有些法力 竟于隔金不相上下 小妖们在村子里 大开杀戒 他们正是曹家家丁所化 当年曹小姐被赶出家门 一群劫匪 将曹家人屠杀殆尽 村民们起了歪心 将曹家财产洗劫一空 为了报仇 小妖们肆无忌惮 混乱之中 小妖就要对常在田下手 玉板竟然救下了常在田 隔金看到了这一幕 气急败坏 朝玉板攻击 谁知 常在田替他挡下重创 玉板见势不妙 带着常在田盾 隔金大意了 眼前的道长如此利 眼看逃不到便宜 只得先撤 隔金因功力受损 来到后山的古树下 像往常一样 吸收古树的灵气疗伤 谁知 这次古树 却发出了诡异的哭泣声 还直接将隔金铲除 此刻 玉板因为常在田 舍命相救 将他带到一处山洞中 不惜划破手指 损耗修为 替其疗伤 期间 常在田一直患着曹小姐的方名 玉板被他的深情打动 甚至是怀疑自己 就是曹小姐 就在这时 他感应到姐姐隔金 似乎有危险 只得暂且离开 来到姐姐身边 葛金却劝他赶紧离开 玉板没有同意 我想知道他是何人 还有那个阿玉 到底是不是他的妻子 事到如今 葛金只得说出来龙去脉 七年前 曹小姐与常在田 一见钟情 在花树下私定终生 后来 常在田上京赶考 高中后 却娶了富家女 留下身怀六甲的阿玉 孤苦无依 导致她被赶出家门 惨死于后山 划分两边 此时村子里正议论纷纷 村民们以为 玉板是曹小姐 回来所命的 他们很清楚曹小姐是怎么死的 为了掩盖自己的恶行 他们花高价 请来了那位道长 道长也没有多问 将符咒和道具 分发给村民们 随后 带着他们 浩浩荡荡的上山楚妖 此刻 隔金已布置好对策 还没等玉板说完 隔金将她捆住 这次 她不想因为玉板而坏事 很快 村民们 便寻到了后山 还在古树下 发现了入口 谁知 没走几步 就有人遇险 就在这时 隔金带着众小妖现身 双方展开了较量 村民们虽有道具在手 却因为怕死 吓得一哄而散 小妖们哪里肯罢休 很多村民都沦陷了 就连村长也没能性命 而道长正在与隔金决战 结果与上次一样 依然平分秋色 另一边 常在田找到玉板 看到他 被囚禁在藤板之中 打算救他出来 然而 玉板却一脸的不愿 原来玉板怀疑常在田出卖了自己 将道长引了 然而看到他为救自己 不顾一切 撕扯腾条 又再次心软了 常在田拉着玉板往外跑 这一刻 玉板的脑海中 有了曹小姐的记忆 谁知 到了洞外 却被随从拦下 随从递给常在田一把匕首 让他杀了玉板 结果 常在田打晕了他 再次逃亡 合金追了出来 眼看就要杀了常在田 没想 玉板为了救常在田 竟然与姐姐大打出手 即便如此 玉板还是于心不忍 可他的功力 是姐姐教的 自然不是对手 就当格金 痛下杀手之时 道长从幻境中逃出 杀向格金 丑道士 阴魂不散 格金与道长大打出手 若是当初 姐妹二人联手 或许会占上风 如今玉板的心思 却在情郎身上 一番较量下来 道长施展风雷之术 困住了格金 玉板见状 急忙助战 可他 又怎么打得过道长呢 眼看格金就要魂飞魄散 殊不知 一旁的古树 发生异变 突然 一股强大的妖气 冲向格金 原来你才是那个货色 这道花妖行我已久 原来 树妖本是曹木之身 立于后山百年 因吸收人的贪嗔痴念 曹小姐正是因为她 变成了双生花妖 这些年来 树妖不断诱惑格金 四处行恶 吸取男子精魄 增加功力 树妖一直想要霸占格金的身体 可惜没有如愿 眼下多亏了道长 让她趁虚而入 树妖重生后 强大的妖气 震飞了所有人 就当一行人 奄奄一息之急 常在田 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众人只知道 她抛弃曹小姐 娶了丞相千金 却不知其中的心酸 原来 当年她进京赶考 包仲后 却被一个富二代定替 流落至街头 生不如死 后来被丞相所救 因看重她的才华 以报恩为由 要她抢娶自己的女儿 虽报得美人归 可常在田 没有开心过 后来丞相得知 她和曹小姐 曾私定终身 于是 以村民们的性命为要挟 让她给曹小姐 写去一封修书 迫于无奈 常在田只能照做 却不知 丞相为了斩草 脚根 派人血洗了嫖甲 是我单独富贵 是我父亲薄姓 我求你放了他 我愿意一丝学罪 永世不得上身 然而 核心被疏妖控制 丝毫不念旧情 一刀下去 想要杀了常在田 玉板看到这一副 万念俱灰 捡起两人的定情之味 你我一体双生 你受的每一次 我只会比你更多 原来 姐妹二人 一体双生 伤痛相连 因为玉板被重创 核心的身体 也逐渐消散 爱一个人比恨一个人 要快乐得多 如果能重来 还是去爱 也许善恶只是一念之间 随着姐妹二人的消失 之前受伤的村民们性的 其中还包括常在田 他是江湖最强侠客 外号紫霞狼 凭借祖传的飞天神迹秘籍 任何高手 都撑不过一个来回 这样灵力强大的剑法 本可以驰骋江湖 奈何一个情字 令他难以字 就是这个名叫雪莉的女子 辜负了紫霞狼 然而结局令人唏嘘 紫霞狼原名真何 少年实在树林玩爽 救下被野狼追赶的少女雪莉 两人就此相识 雪莉的母亲是元朝大将军 叹鲁达的外侍 虽然不受待见 但在母亲的呵护下 雪莉无忧无虑 真何的身世不祥 她从小与叔叔相依为命 每天都要苦练家传的武功 飞天神迹 真何与雪莉同命相连 因此成为青梅竹马 真何还将飞天神迹 传授给雪莉 时光飞逝 十年过去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华 从青梅竹马到两情相悦 还没等真何去雪莉家提亲 然而这时 雪莉的母亲因病去世 雪莉的父亲 汉鲁达将军 要将雪莉带到 原在千里的绍兴 分别之际 真何赶来 要见雪莉最后一面 对于来历不明的穷小子 雪莉的父亲自然是看不上 最后还是雪莉以死相逼 父亲这才同意放过真何 雪莉将信无欲佩 一分为二 与真何各自拿一把 相约每月十五 在绍兴雨花亭等她 一对情侣就此天各一方 分别后 真何无时无刻 都想去见雪莉 这一天 真何再也无法忍受相思之苦 准备去绍兴 叔叔将她大骂一通 告诉她 只要练好祖传的飞天神迹 就同意她去 越是这样 真何越是无心练剑 愤懑的她 在家附近游道 只留下叔叔一人在家 突然 一群杀手闯入 很明显 是为了抢夺飞天神迹 杀手准备了竹笼 是要将叔叔活捉 叔叔虽身手不缓 但毕竟年老体栓 面对训练有素的杀手 叔叔逐渐体力不支 落入下风 不慎重了剑伤 这时真何回到家 看到这一步 立马加入战斗 此时的真何 一练就飞天神迹 无异一事小成 一道道灵力的剑气 势不可挡 真何为了救叔叔 第一次挥刀杀人 虽然将恶人尽数斩伤 却因害怕 双手颤抖 重伤的叔叔将她唤醒 自知时日无多的叔叔 带真何来到一处庄园 说出了真何的身世 原本真何姓刘 父亲是剑术名家 凭借祖传的飞天神迹 成为当世一流高手 就在真何出称当天 一群武林人士联合朝廷 突然杀入刘家庄 只为抢夺飞天神迹 真何的父亲拼死抵抗 然而寡不敌众 在父亲的掩护下 除了叔叔与真何 全家老上七十二口 一夜之间皆伸手一出 之后叔叔带着真何 远走他乡隐姓埋名 传授他飞天神迹的武功 希望有朝一日 他能查出凶手 报灭门之仇 说完 叔叔便撒手人寰 此时的真何 不知道仇人是谁 从哪里查起 他决定先去找雪莉 此时的雪莉 已经在绍兴安顿了下来 从受人欺负的傻姑娘 成为将军府的千金小姐 享尽富贵荣华 但他日夜期盼 与穷小子真何团聚 每月十五 雪莉都会去雨花亭等真何 然而却迟迟等不到人 这边 真何安顿好叔叔后 便前往绍兴找雪莉 殊不知 杀手已将飞天神迹 重出江湖的消息泄露 半路上 又一群杀手来抢夺飞天神迹 与真何展开对局 期间 一名风度翩翩的公子 仗义出手 一手折扇舞的如火成青 但对于真何来说 却显得有些多余 直见真何 当场施展飞天神迹上的本领 见气如火 事不可得 余下的杀手落荒而逃 战斗结束后 真何与贵公子就此相识 贵公子名叫南宫俊光 与真何一见如故 两人来到客栈 把酒言欢 分别之际南宫俊光送给真何一块领台 邀请他两个月后来南宫家 参加自己的婚礼 之后真何独自赶到绍兴城 向路人打听学历驾驶 却得知学历即将嫁给南宫俊光 真何深受打击 当天正是每月十五 真何赶到羽华铁 想要带走学历 不要财侣 要平方 遇上这样的大酒哥 也不知道是该高兴 还是恼逃 不过言下真何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两人刀剑并举 斗在一处 见风所致 卷起了漫天落叶 金属碰撞之声 打破了黑夜的寂静 学历的哥哥 作为少将军 以永无见长 然而面对真何的飞天神迹 还是技步如人 只见真何将剑身 插入大刀的铁环中 很明显 若不是真何剑下留情 学历的哥哥 只怕一事伸手异出 就在这时 学历赶来赴云 真何如愿带走了学历 另一边 南宫俊光来拜访未来岳父 探鲁达将军 却意外得知 真何就是二十年前 被他们灭门的刘家后人 原来当年血洗刘家 抢夺秘籍的 就是探鲁达和南宫世家 两人一合计 想出一个邪恶的计划 此时真何和学历相聚 两人青梅竹马 分别集院 互诉中长 情到农时 便缠绵在了一席 一夜无雨 全是动作戏 等到天亮 两人继续赶路 可没走多久 一条绳索从天而降 勒住了真何 真何的宝剑及时出销 将绳索砍断 虽然脱险 可转身一看 学历已被人挟持 来人正是学历的父亲 探鲁达将军 旁边还站着南宫俊光 通过学历的提醒 真何这才知道 当年杀害他全家的主谋 竟是探鲁达 南宫世家则是帮凶 对于飞天神迹 南宫俊光并不感兴趣 此行只为夺其之恨 谁赢了 就能带走学历 严毙 一刀一剑展开厮杀 翻翻滚滚 斗了近百回合 真何担心夜长梦波 再次使出飞天神迹 南宫俊光虽然早有提讽 可灵力的剑气 逼得他节节拜托 眼看就要掉落悬崖 真何念及修理之情 及时收剑 南宫俊光明白 自己已经输了 一脸失落 正打算履行诺言离开时 没想到 探鲁达不讲武德 让手下万箭齐发 真何无处躲避 身中数箭 从身后的悬崖掉落 南宫俊光知道自己胜之不武 并没有多开心 学历痛失爱人 悲痛欲绝 欲寻短见 可出人意料的是 一个月后 学历竟然答应嫁给南宫俊光 很快梁家便举办了 盛大的婚礼 只是一对新人脸上 都没有笑容 此时的南宫世家 为武林世家之首 探鲁达如愿与南宫世家联姻 地位更加稳固 可南宫俊光不知道 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 那样简单 转眼间 十多年过去 学历与南宫俊光相敬如宾 还生下一子 名为长儿 一家人的生活 倒也平稳安定 然而时局却变得动荡不安 这一天南宫俊光要出远门办事 临行前提醒学历 最近城中频繁有刺客出没 让他没事不要出门 此时 探鲁达与南宫世家的关系 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南宫老爷意味深长 对探鲁达说 如今大元政权 风雨飘摇 让他随时做好 返回草原的准备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头戴斗笠的身影 一闪而过 赫然就是真和 原来当年 真和摔落悬崖 大难不死 被一个好心人救下 伤好之后 真和一心只想报仇 便苦练飞天神经 如今的他已是神功大成 后来凭借出色的身手 和冷酷的作风 加入了反元组织 清城邦 还成为铁骑始祖的头目 几年后 真和成为了令援兵 闻风丧胆的紫霞郎 真和加入了清城邦 其实是为了复仇 他第一个盯上的 便是当年屠杀他全家的探鲁达 这晚探鲁达准备去南宫世家 商量事务 在半路上受到伏击 马匹受惊 挣脱江山 探鲁达意识到不妙 飞身而下 拔刀应战 就在这时 一阵剑气燃起 瞬间便秒杀了侍卫 只见真和满是杀气 自前锋而来 盼鲁达提刀与真和拼命 盼鲁达虽身经百战 可如今的真和 无意大胆 没几个来回 盼鲁达就被横切成两半 当场命丧皇权 随后 真和带着铁骑十足 杀向南宫世家 面对训练有素的铁骑十足 南宫世家毫无防备 加上南宫俊光卖出 南宫世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南宫老爷被逼当场自杀 然而就在这时 真和看到了正在逃命的学历 以及他拼死保护的孩子 真和非常失望 以为学历背叛了他 副帮主要杀了学历 却被真和拦了下来 学历告诉真和 当年自己之所以嫁给南宫世家 是因为怀上了他的骨肉 这样说来 成儿就是真和的孩子 真和没有回话 冷漠地离开 夜里 学历给成儿搭养护 让成儿独自逃生 谁知半路上 还是被青城帮手下发现 危机时刻 真和扮成蒙面人 救下了成儿 此时的成儿并不知道 自己的生父就是真和 欲拜蒙面人为师 学习武艺 他日找死瞎狼 替家人报仇 真和有苦难掩 却还是将飞天神迹 清囊相守 此时的南宫世家 已被青城帮接管 真和因保护雪丽母子 与帮派闹出了矛盾 帮主的女儿立真 一心维护真和 只因他看上了真和 找了个机会表白 谁知真和 以心有所属 一口回绝 立真因爱诚恨 放了一把火 打算烧死雪丽 真和闻讯赶到时 南宫家已是一片废墟 真和误以为 雪丽已命丧火海 情绪失控 谁知却中了立真的毒烟 一时之间 武功尽失 就这样 真和被装 原来这一切 都是帮主曹白生的阴谋 当年他之所以收留真和 除了利用他壮大帮派 抢夺飞天神迹 才是中天 如今第一个目的 已经达成 真和剩下的价值 就是飞天神迹了 而远在外地的南宫俊光 得知家族被真和血洗 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再说那场大火 并没有烧死雪丽 那天失踪已久的哥哥 突然出现 在火场中救下雪丽 这才保住性命 不久江湖上有消息 说真和叛变 被青城邦帮主 曹白生杀害 雪丽相信真和是被冤枉的 决心首任帮主 替真和和南宫世家报仇 金喜善的这段小舞 小编觉得 可以跟十面埋伏的张子一比一比 雪丽为了替真和报仇 乔装成武女 来到青城邦的青宫宴上 优美的武姿 让这帮老色批如痴如醉 雪丽趁机靠近曹白生 蒙的拔下发簪 刺了过来 虽然成功刺死了仇人曹白生 却也被青城邦手下包围 就当他以为必死无遗事 人群中突然有人杀仇 竟是南宫俊光 原来南宫俊光也潜入宴会上 打算行刺曹白生 替南宫世家报仇 念及多年夫妻之情 南宫俊光救下了雪丽 另一边的真和虽然中毒 但还活着 眼看就要性命不保 帮主之女丽真于心不忍 决定救下真和 可大夫却说中毒以身 只有以身是毒才能救他 等到真和苏醒时 丽真因中毒已是无力回天 临终前 丽真告诉真和 他的毒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 伤好之前 千万不要运功 否则性命难保 然而此时 傅帮主却抓到了成儿 野心勃勃的他 还从成儿身上 搜到了飞天神迹 就当傅帮主准备杀人灭口之时 真和却突然出现 瞬间便解决了几个小锣落 并用剑鞘 打掉了傅帮主手中的飞天神迹 真和强撑着发动进攻 傅帮主等人围攻真和 几个来回下来 见真和勇猛无比 吓得落荒而逃 殊不知 真和也因为强行运功 伤势夹招 这时 成儿才知道 眼前的真和 竟是自己的仇人 紫霞老 同时又是救命恩人 蒙念大侠 以及亲生父亲 另一边的学历 终于向南宫俊光 坦白了一切 成儿并非他的亲生骨肉 还未等南宫俊光做决定 真和便来找学历 就像十五年前一样 两人再次为学历决战 谁赢了 谁就照顾学历 不过与第一次比武不一样 当年真和做梦都想赢 眼下却故意不闪不闭 很明显 真和是在让南宫俊光 而南宫俊光似乎有所察觉 就当二人交手之际 清成帮已埋伏在此 只等二人两败俱伤 坐收渔翁之力 而决斗中的二人 很快就因真和伤势发作 再也无法支撑 就在这时 真和透过薄剑反射 看到了清成帮的人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副帮主便采取了行动 关键时刻 南宫俊光 替真和挡下冷剑 其实他早就知道 成儿并非自己的亲生骨肉 之所以假装不知道 对学历 那绝对是真爱 就真和 只为成全他和学历 如今 两人算是两亲了 随后真和结散了铁骑十足 之后独自一人 杀进了清成帮 此时的他深受内伤 强行忍耐 拼尽全力 硬汉重奴落 杀起纵横 无形化有形 飞天神迹的剑气 一招更敌一招六 破空的剑气 将敌人一个个撕碎 终于平静了 真和也因伤势发作 面色大变 就在这时 学历赶来 一头扎进了真和怀中 两人误会解除 和好如初 可幸福总是短暂的 躲在一边的副帮主 再一次射出棱箭 郑重学历的后背 这一刻 真和彻底爆发了 拔剑黄刺 剑气纵刀 是大开杀戒 很快便与副帮主 展开对决 副帮主再次识出案器 真和挥剑抵打 仅凭剑气 就将副帮主大卸八块 重伤的真和 将学历抱在怀中 直到他闭上眼睛 真和将成儿 托付给学历的哥哥 随后挥刀自己 与学历永不分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